俄罗斯进侵乌克兰多日以来 不少人都想为这个战争人和出一分力 纷纷发起无捐行动 而卓运之下之为了尽快让有需要的人得到援助 在自己Facebook出信发起而卖 信中提到 一夜间世界清楚地看见乌克兰 狠不幸地不因它的风景或思作 而是因为一场战争 除了用眼球关注 我再想 或许可以做点事 也就想到移卖 香港经济不良 要捐大笔款项 对不少人而言 可能是有点勒手 所以就想到移卖自己手上的纪念品 即少成多 一次过捐 此自移卖扮得有点创绝 过程中若有不便 敬请见谅 希望大家别等待 一天对战火中的人民而言 是一轮小书 而一千元版就额外附送 阿芝亲笔短诗和祝福 而很多人选择是购买一千元套装 令到阿芝觉得十分意外 在二卖翌日 纪念品已经受兴 阿芝表示 会将十万零四千元善款 捐出之后再公开单据 预期购买的善奖 能够在四月内收到纪念品 阿芝为何会选 让People in need 组织作为授捐队长 他就这样说 因为几年之前 我去了阿美尼亚行山 我在阿美尼亚行山的时候 我跟当地人聊天 就知道了People in need 这个组织 其实People in need 这个组织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在做很多不同的战略 他们有做敘利亚 有做阿富汗 有做伊朗 其实一直以来 他们都有做很多事情 我当时就去阿美尼亚去旅行 听到这个人到组织之后 我就开始留意一下他们 再加上找到一些相对可信的媒体 他们也提到这个组织 所以是他们的 最后他还鼓励大家 我们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画面 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很多照片 我想都很难忘 一个小孩隔着巴士的车窗 跟他爸爸说再见 一个老人家坐在一个 没有灯 没有暖气的一堆牙力之中 还有什么画面呢 例如两个男人抱着一只狗 跑来一个刚刚变成了废墟的 原本是家里的地方 又或者甚至在马路上 有十几块长方形的白布 又或者是一棵烧焦了 在我烧黑了的墙前面 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但是你看不到他的样子 你只是看到他 很粗糙的手 摁着自己的面子 我们看到很多这些画面 这些究竟算不算是负能量呢 你觉得算不算是负能量呢 是的 我觉得他是负能量 当然是 战争怎么会是正能量呢 但我想不是完全纯粹是负能量 因为我猜如果我们一旦决定了帮人 这些画面就再不是纯粹的负能量 而是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 他真的会给你一种勇气 就算你帮的东西是很微小 但是你感觉到 我现在是面对人类的困境 或者是面对他人的一种生离死别 我觉得只有面对下一代的世界 才会更美好的 反正其实我觉得我们都躲不了的 现在哪一个是可以完全躲在你那个演算法里面 很开心的天天在快乐 其实没有的 因为太铺天盖地了 这个新闻 这个战事 实在 还有我觉得我们有时都想假装开心 但是你也知道现在 假装开心也是要努力的 既然是这么花力量的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帮别人呢 我不知道这两天 你昨晚开始有去做这个捐款 二购捐款参与的朋友 不知道他们自己的感觉会是怎样的 但是我自己现在再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 那些战争的画面 我反而会去想就是可能 他在说给我们听很多东西的 他再不是纯粹的 负能量啊 很失望啊 别看了 很消极啊 就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世界是有很多善意的 例如你们啦